北市根本买不起啊 对啊 那如果我们想要继续住在台北市的话 那可能就只能买十多坪的房子 可是我们三个大人没有办法住 她是活动主持人金金 带我们参观位在新北市板桥的新城屋 金家住得很满意 但她其实曾是台北市民 两年前因为高房价决定离开首都 原本是住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那因为原本的房子不是我们自己持有的 是亲戚的 当住在台北市要买这样的房子 是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当初买的时候是全新新城屋 那以台北市的话 你一定只能买到二十三十 甚至更有年份的房子 小夫妻一家三口当时花一千八百万在板桥 可以买到四十二坪的新屋 但若在台北只能买一间小套房 像这样的青壮年人口外移 问题越来越严重 2015年台北市人口一度冲到两百七十万人 不过总人数逐年下滑 到了2022年6月 仅剩下两百四十六万人 创三十八年来新低 直到2023年疫情解封 部分海外国人回复不急 才稍微回升 你三十五到四十五岁 这中间的这个青壮年为主 大概也就是因为 需要买房子的关系 自住用户 他必须要牵你到外宣室 房价真的太高 所以说也是逼得说 年轻人不得不用时间的移动 来换取这个房价 高不可攀的房价 让青壮年纷纷出走 谈开台北市行政区房屋均价 大安区每平九十三点九万多冠 其次是松山区八十四点四万 而中正区信义区 也都超过八十万元 第五名的中山区均价也要 七十五点七万 若要选购行程屋 单价破百 更是基本的地板价 而2022年台北市的人口 分别迁徙流向 新北 桃园以及台州 朱英除了房价 交通便利性也是重要考量 那我们就住在华江桥旁边 那它其实就是过一个桥 就到万华 其实就是台北市 那先生刚好办公室在中正区 所以对我们来说交通是 蛮方便的 青壮年人口流失社区恐将 日渐凋零 台北市六十五岁以上人口 在2013年就超过百分之十四 达到联合国定义的高龄社会标准 情况逐年恶化 到了2022年底 老年人口占比甚至突破百分之二十 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 老市区的话基本上 它的发展空间相对有限 久久是搞不好 它慢慢工作体验也移出去了 那台北市就会面临的 人口结构更快速老化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台北市老无伶俐 连人口也快速老化 专家担心当青壮人口大量流失 城市动能震荡 未来恐将迎来严重的财政危机 一个城市呢 老年人口越来越多 对老人的所需要的福利 越来越多情况比较 当然会造成 钢地的这个市政府的 或是现政府的一个 财政的一个大的负担 首山之都正面临严峻的脱北潮 如何留住年轻人 不再继续凋零 是当政者必须紧速面对的 严正课题 东森新闻林一讯 曾玉昕 组合报道